歡迎收看今天的農業氣象 大家好,我是又翰 那麼一開始整個天氣的小重點 先提醒給大家 那麼卡龍颱風啊,它遠離之後呢 在我們的情形就會跟著慢慢的趨緩下來了 不過啊,在我們的東部呢 東南部還有南部的地區 依然是要留意啊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海面風浪啊 也有逐漸減少的情形 但是呢,後續還是要留意 有沒有颱風的情形要發展哦 不過呢 目前看起來這個變數還是比較大一些的 請請大家先不用太過的擔心了 那麼就在這個農林漁木小丁的部分呢 則是要提醒各位農友 在好雨過後啊 就滴挖出的積水 是要進行即時的清淤哦 因為像是呢 這個可能部分作物它的根系進水之後 就會造成一些病變的情形了 那麼還有像是啊 在大雨呢 也有可能會打壞葉片的組織 那麼造成啊 我們水稻的白葉枯病 還有其中的異病 還有軟腐病的情形 那麼之後呢 有一個活動 則是這個青出漁農 那麼它主要是一個座談會哦 時間是在我們10月21號 禮拜六的下午2點到下午的4點半 那麼這個座談會啊 它邀請了我們台灣的百大青農 那麼可以分享呢 現在農夫究竟在忙一些什麼呢 除了這個體力要好之外 當然說技術呢 也是相當的重要 那麼如果對這個座談會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歡迎上網進行報名 那麼只要搜尋青出漁農就可以了 那麼之後啊 在我們台灣的天氣方面呢 主要這個卡路颱風逐漸的遠離之後 這個北部的雨勢就會開始漸漸的緩和下來 但是啊就會轉成像是我們的南部地區啊 還有東南部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雨勢的情形是屬於發展比較旺盛一些的 那麼之後啊 則是海外的持續的留意呢 它平常上海會不會有颱風的行星發展起來哦 目前看起來 雖然說這機會還是有的 不過啊這個變動器還是算是比較大一些 請大家先不用太過的擔心了 那我們把台灣放大來看哦 雖然說這個卡路颱風遠離之後呢 我們北部的雨勢逐漸的緩和下來了 不過啊 那目前看起來從下個星期二到星期三的時候呢 又會有靈寶東北風要再度的增強了 到時候啊 可能在我們北部地區的漸雨機率又會再度的提高 請大家出門的話就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麼最後呢 這個漸雨的分布圖我們來看一下哦 從這禮拜一開始呢 還是受到了這個卡路颱風的影響 這個雨勢呢 主要是集中在我們的東南部地區哦 這漸雨的機率會稍微的比較高一些 不過呢 從禮拜二啊禮拜三到禮拜四的時候呢 這個颱風遠離之後 這個東北風越開始慢慢的增強了 主要的雨勢呢 就會集中在我們的北部跟一些東半部的地區 那麼另外啊 在我們的山區呢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午後的雷震雨 需要特別的留意 出門的話就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麼以上今天就浪費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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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